我国经济在过去半年有所增长 但是增长并不均衡 也面对波动 随着全球经济的改善 需求增加预料会刺激我国出口贸易等相关的行业 不过金融管理局表示 今年的增长预料维持平缓 和去年2%的增长不会有显著的区别 金管局发布的宏观经济报告中指出 随着新手机的发布和功能日趋复杂化 也促使全球资讯科技的复苏可持续下去 提振美国和亚洲市场对高价值半导体的需求 我国经济增长将受到出口贸易等相关领域的支持 尤其是电子半导体和精密工程业 将成为关键的增长动力 金管局表示 在金融领域增长和资讯通讯科技服务的强劲需求带动下 服务行业增长的步伐也将加快 不过零售和餐饮业受消费情绪的影响 今年的表现预计将保持疲弱 预计我国第一季经济增长同比增加2.5% 全年增长率将介于1%至3%之间 感谢观看